各位觀眾大家好 現在是香港人守望相助的時候了 我在這裏真是呼籲大家 如果見到有任何朋友 有需要幫助的時候 大家盡量幫助 因為我們真是要 同心去面對香港現在的難關 大家知道 我和鄧德成先生是好兄弟 他是一位我很尊敬的兄長 他現在 和何君堯議員 一起在做一個逆行者的大活動 這個大活動我自己個人覺得 是非常有意義 所以在這裏就期望 所有香港的同胞可以支持 在這裏的時候 我們都很感謝 香港的醫護人員 前線的紀律部隊 包括警察 消防員 和海關各方面的人員 其實很感恩的 還有多謝香港的義工 更加要感恩的 就是來到香港 千辛萬苦來到香港 我強調是 為何會說千辛萬苦來到香港呢 因為他們現在來到香港 是幫助香港人 去解決現在的困境 現在這個困境 我自己相信 不是香港人可以自己搞定的 我們真的感受到 內地的同胞 對我們的血龍於水 所以我們是必須要感恩的 這一次的行動 其實我希望 在香港的勤者 我雖然不在香港參與 但是我都希望可以略盡勉力 去幫助 鄭德成先生 德德和何君堯議員 去做更加多的 一個活動 因為我自己個人的感覺 就是說 如果現在這個情況 我們是不可以 去同心協力去支持 現在中央政府 為香港所做的一切 我覺得大家真的會做得非常辛苦 所以的時候 我們就是需要 在目前的情況裏 去令到香港變得更加好 那為何變得更加好呢 就是當你有一些 就是多餘的物資 如果有多餘的物資的話 你就請捐助給鄭德成先生 或者你有一些 是真正覺得有需要的 那我也希望 你透過鄭德成先生 就是給一些 在醫院門口 在等待的老人家 或者是小朋友 無論是煎也好 暖爐也好 因為剛才很感謝 Ben哥 他說他家裡有多個暖爐 那就可以送給鄭德成先生 送給一些 在外面等著 去隔離 或者去檢查 或者去看醫生的 一些老人家 或者是小朋友 那任何人都是的 不單是老人家 還有小朋友 那其實呢 目前來說 有團體 也都去名外醫院 去苦後的病人送暖 送陣多部暖爐 給有需要的病人使用 那現在這些暖爐 聽說是 新世界集團陣送的 那預計大約有100部暖爐 可以分送給多間有需要的醫院 那新世界發言人呢 也都表示呢 今晚在旗下酒店 緊急調動 大約100部暖爐 首批十幾部暖爐 已經分數至深水埗的名外醫院 和馬例醫院的了 那在這裡很感謝先 我覺得 在今次的香港的情況之下呢 其實大家一定要撐住 一定要做到 我們是同心協力的 千萬呢 就要給全世界看到 我們香港人呢 其實是守望相助的 而且我們真是可以做到 習近平總書記所說的 三個一切兩個確保 那再一次呢 跟大家講一講 三個一切 盡快地 穩控疫情啦 作為 當前壓倒一切的任務 動員一切 可以動員的力量和資源 採取一切 必要的措施 那這個是三個一切 那更加重要的呢 就是兩個確保 確保香港市民的生命安全 和身體健康 另外一個確保 就是確保 香港社會大局的穩定 那為何要再次強調這幾點呢 因為我們覺得呢 現在 無論我們去問責哪一位 其實都不是一個重點 現在最重要的 就是令到香港現在的情況 穩定下來 確診可以減低 我們一定要做全民檢測 而且更加重要的 就是透過全民檢測 我們可以有一套完整的追蹤系統 就是健康碼 這一個呢 相信 我們內地的專家 一定會向特區政府提議 那在這個 這麼重要的一個環節裏面 那現在中央已經派了 流動檢測車 下來香港了 還有專家陸續到步 我相信 在很快的時間 將會跟香港特區的官員 或者是防疫專家 一起去開會商討 將內地的經驗呢 帶到來香港 即是我希望現在 香港的專家 不要每樣都說不行 因為 我們中央 是無限量支持香港抗疫的 所有的事情 都是我們現在必須要去做的 三個一切兩個確保 我們動員了一切可以動員的力量和資源 不可以 好像之前我們特首所說 我們 資源能力是有限的 我們不可能做到所有一件事 現在 習近平總書記已經表示了 動用一切可以動員的力量 和一切的資源 這一個是必須要去做的 作為一個政府 你不是一個獨自在香港特區的一個政府 你而是有中央的支持之下 可以做到現在這個行動的 不要覺得自己做不到 因為任何困難的事 方法總比問題多 所以在這裡呼籲特區政府 真是好好的去用中央的資源 我希望林鄭月娥女士 真是可以做到這一點 她做不到 她就要負上完全的主體責任 這是必須的 無論怎樣都好 如果你覺得不行 第一時間就要出聲 你覺得自己有問題 香港的情況很嚴峻 為什麼你不回應呢? 你已經表示了中央政府 已經多次關心香港了 是多次 不是一次 每一次跟你說 都期望你是會覺得有問題 現在中央政府看得不對勁 所以現在呢 強力去支援香港 令到香港現在的情況 大家會安心 我們都希望香港市民會很安心 尤其是呢 在現在天氣變暖 變暖的時候 但是 在這幾天 也都是逐漸去變難 我們都知道氣溫 可能下降至十度 大家呢 真的要 感恩中央 在現在這樣 即是香港這麼困難的時間 下來幫忙 還有如果你看到一些內地的醫護 或者是內地的專家 有幸見到他 還有在前線的工作人員 我希望大家 是給個禮給他 多謝他去為香港付出 給些溫暖給他們 甚至送上一杯飲品 一塊麵包 甚至一個飯盒 其實他們都很開心的 很溫暖的 感謝他們的幫忙 因為醫護人員 在前線上 其實他們是受到最大的風險 警方也是 我有很多警方的朋友 其實他告訴我 已經很多警員 就因為要去執勤的時候 已經幻想了現在這個新冠病毒 所以的時候 我們一定要感恩的 而且大家聽到 剛才德德所說的 即是我們跟德德做節目所說的 很多義工朋友其實做好了防護措施 其實這一班義工朋友是怎樣呢 是敢死隊 因為要去照顧一些老人家 或者有需要的人士 他們在生活上 沒有得到適切的一些協助 又或者他們根本沒有能力出外面買東西 因為外面實在太嚴峻了 我們也希望香港的立法會議員 在這裡呼籲 香港的所有立法會議員 社區的工作者 包括民建聯和工聯會 應該出來去協助所有的香港市民 不要覺得你們有問題 你們雖然是香港市民的一部分 但是我希望你們出來 因為你們作為一個政治團體 你們應該負上你們 應有的責任和社區的責任 還有 特區政府裏面的所有公務員 我覺得是要出來做義工 如果特區政府有良出給你們 我覺得很適切 沒有問題 但是如果你在家工作的 你假期又多 我期望你作為特區政府的公務人員 作為一個我代表政府的工作的人員 你應該出來去協助市民 去解決現在目前香港市民所遇到的困難 這個是你們應該的工作 你們如果在家工作 是不是真的有這麼多工作呢 除非你是一些很特別的工種 那沒辦法 譬如你是警隊的 你是有關醫管局的 你是有關海關消防的 我覺得其他民職的公務員 應該都出來協助特區政府 現在去解決問題 現在香港最重要的就是團結一致 好好地去面對現在香港的困境 令到現在確診的數字 不斷地減低 去令到我們 是可以去做到現在 我們一個抗疫的措施 和防疫的措施 大家一定要聽話 如果沒有必要 盡量留在家裡 準備好適當的食糧 不要在這裡買一些很多的份量 因為其他人都需要這些物資 自己救就ok了 在這裡真的呼籲大家 現在我們要作一個良好的公民 我們一定要去協助身邊有需要幫助的人 幫他們解決問題 不要為了錢的問題 因為在社會上 有很多基層的朋友 其實現在生計真的很困難 就算你要他們去隔離 他們都不知道怎樣算好 所以現在食物是很重要 我相信現在很多中資集團 其實都是在做相對的事情 我們現在不身處香港的朋友 我們都希望盡量呼籲你身邊的朋友 去資助香港 去令到香港走出現在這個疫情 更加重要的 我們一定要展現出 我們中國人的優良的本性 好好地去面對現在的環境之下 作出人類應該要做的事 虛寒紋亂是必須的 其他人有事 不要覺得 咦?你有問題 我現在很怕這個疫情 所以我不出來幫忙 其實你可能在身邊所有的環境裡 到處沖洗了很多的病毒 你做好自己的防護措施 最重要的是 你要好好保護自己 千萬不要掉以輕心 希望這個疫情 可以在未來的一個月之內 將它減至最大 令到我們真正可以達到一個動態清零 亦都在呼籲特區政府 現在是生命的問題 是健康的問題 不要再留於一些私隱的問題 如果你再在私隱上去糾結的話 其實這是不應該的 我們看到現在特區裡 很多人因為這個病毒而犧牲了 生命成可貴 健康碼是必須去做的 如果有必要的 做一個風俗更加好 我們聽一下內地的專家 怎樣去解決香港的疫情 如果香港的專家 還是覺得自己做得很好的話 請反省一下 在這段時間裡 為何你們沒有辦法壓止疫情呢? 你們做的難道不夠多嗎? 我覺得你們做的已經很多了 但是你們已經沒有計 也沒有方法 所以讓內地的專家 來好好帶領香港特區 去對抗這次的Omicron 那我的說話就是這麼多了 希望大家保重身體 拜拜各位